當一個血氣不夠 再加膝蓋傷了的人 究竟能否完成呢 哇 已經好漂亮啊 綠彈島 出發了 忘了拍 還入口 等一會再介紹 完了 等一個血氣不夠 再加膝蓋傷了的人 究竟能否完成呢 其實走了不夠五分鐘已經很漂亮了 是不是 那我們下去吧 會情吧 好漂亮啊 這條路呢 一開球呢 其實就是一路上斜 還有是走樓梯的 那我自己可能行山的經驗都不淺 那所以我自己就覺得這條樓梯就不算斜 不是那些全部鋪了石屎那些的 還有它中間有一些路呢 都是它本身的山的路 還有它自己的石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很初階的人呢 就要小心點走 那 但是我覺得不算難的 因為很快呢 就已經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景色 那你就會忘卻了自己 有多辛苦的了 錄一會 去到頂才再錄 這個天梯 不知道會走多久了 但是呢 它的好處呢 就是一邊看到一邊 一邊走一邊有景的 所以是很棒的 等一會再匯報 去到最頂的時候 啊 再匯報 究竟走了多久 現在你看到了 其實走了無久就已經可以看到這個景色 就是看到清水灣 白沙灣 它有個哥爾夫球場 還有呢 就是一個避風塘的 差不多去到頂了 其實 二三級而已 這裡真是 這裡不難 說到那些 斜很多 不久就已經看到 很快就看到山頂了 那山頂怎麼去決定呢 就是會有一個測量儀的 那這條柱呢 是給一些測量的人使用的 那也是代表了 這一座山去到最頂了 那還有呢 其實去到山頂真的很漂亮的 因為呢 我們站在山頂最高的處呢 就會看到整個清水灣半島的景色 然後去到最頂之後呢 可以打一下卡 休息一下之後呢 我們就要出發下山去綠彈島了 那其實沿途呢 就會有一堆絲帶 都斜斜的 所以 如果沒有走過山的朋友 就要小心一點 一定要穿一些 行山鞋 對啦 不線量那些 然後一直走下去 就直接就可以落到 這個綠彈島了 在哪裡 這裡這裡這裡 會這裡 對 上到山頂 然後下去綠彈島 其實就要找這一堆岩石 都幾明顯的 還有呢 就是一堆的 不會錯的 那之後呢 你看到呢 就是要落這些小徑 那些小徑呢 其實 嗯 要有相當 的鞋 可以不線啦 還要留心 究竟有沒有絲帶 那所以經驗淺的人呢 都是要 在這裡 給你一些警告 不要自己走 或者 貿貿然自己一個去啦 那還有落的時候呢 其實 嗯 有些斜 還有那些路 不是那麼容易認的 所以呢 一定要走的時候 都要專心啦 我 頭段呢 拿著鏡頭 都有線親 嘩 話好未完就線親了 跟著 就所以 都要 專心走路 和去應路 分岔位了 那這裡呢 很明顯就是下去 就去 綠彈島 另外呢 我們回上來的時候 都會沿著這裡 就這裡走的 看到嗎 這條路走 就回到那邊 為什麼在這裡耍武功 好 經過一輪 攀山攝石 應該都半個小時 這裡 半個小時多一點 就由上面 就是一些小勁 來到這裡 這裡呢 就終於都看到 綠彈島 登登 其實 一路走的時候 都會有點懷疑 就好像我們人生一樣 不斷地開人生 Until we see our 綠彈島 在這裡呢 這張石沙發呢 就吃我們的午餐了 看到呢 這裡有一隻 菇舟在這裡 看能不能燒這些 看到嗎 好漂亮 嘩 整個景色 好容易癮 游過去 游過去 真的 不 直接在這裡游泳 我看到呢 夏天呢 我看到那些照片 夏天這裡撻了船 下不下啊 在這裡等 但是很 tempting 又想下去 沒有了 下去了一個石灘而已 沒事的 是走上來真的很甘 走上去甘 你看很斜 對 很斜 不 因為 今天我們 就是試探 真的很漂亮 但是這裡真的 很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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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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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邊 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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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就看到一隻大飛 載了兩個人 去石頭 去釣魚 後來有個小插曲 就是有個人 掉下水 後來大飛也回了 一會兒 然後呢 就是幫他們 載回他們 走的 那 這裡 這條路 挺有趣的 就是可以看到整個大海 還有坐下 嘻下 打卡是最好的 好 好 來到這裡 其實就是有個 大家看到 這裡是有個窩 就是好像那些崖 我也不會說 就是要經過那些岩石 來到這裡 我們也是沿著那個山邊 就是一直走的 都是一些很小的路 其實都明顯的 不過鏡頭出來 就比較難看 你肉眼的時候 就會看得好一點 那其實呢 你看到這裡 就要開始 奪命斜上去 是有條繩子 要油繩上去 記住 如果要走這條山路的話 就記住戴手套 因為要油繩上去 好了 剛才我們呢 幾經辛苦 在這個洞裡 這個洞 這樣出回來的 就是我們開 開波 那邊 那邊 旁邊有個 比較 就是 它是那些 不是正路 是那些小路 這樣走 其實如果你留心一點 是會有個 這裡有個 絲帶 你可以 這樣走下去 但是呢 我們最初呢 就選擇了 是 走完大路這樣上 就奪命 也不是很奪命的 就走樓梯上 然後才繞回小路 出回來的 那如果 大家 沒有走過山 新手的話 就千萬不要走這些小路了 我們呢 就在這裡 開始 那我們就一路 直上 就沿著一條 加油徑的 那我們出回來那裡 就是一條 小路 那出回我們的 車那裡 謝謝 我們剛剛走過呢 就是這個 大坑墩 大坑嶺 下去這個 綠什麼島 綠蛋島 就下去這個 綠蛋島